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党的十八大一来 十年间 总书记每年都会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在2022年的这个春天 他来到大兴新城城市休闲公园 再次身体力行 拿起铁锹和群众们一起参与植树 一株苗 一敲土 一瓢水 十年间 总书记坚持率先锤饭 身体力行 一切从实际出发 不搞形式主义 不仅要领导干部带头 更需要全国动员 全民动手 全社会共同参与 生活好 一个很重要的内涵 就是生菜 美丽中国不光是涂脂抹粉了 它真正是健康 白皮松 西服海棠 林杏 鱼叶梅 这些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种下的树苗 都是北方常见的园林树木 不刻意追求齐花异草名贵树木 种什么要根据规划和地块实际 因地制宜 从永定河畔到城市休闲公园 十年间 总书记参与植树的这些地方 有的曾是化工厂 有的是过去的拆迁村镇 为老百姓多留点绿地和空间 真正要为人民种树 为群众造福 整个城市都是一个大公园 老百姓生活得很舒适 这还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绿化思想 从2013年到2022年几乎每一年的植树活动 都会有一些少先队员参与 总书记总会一边劳动 一边和孩子们交谈 我们共同给他浇水 实际上也在为你们浇水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未来的美丽中国需要这种下的一棵棵树苗 未来的国家建设 也需要这些像小树苗一样 茁壮成长的孩子们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 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 三十年 你们十岁 四十岁 国家栋梁啊将来 茁壮成长吧 在一次次的身体力行中 种下的不仅是一片片绿色 更是为了人民的初心 是百年树人的西季 是对美好生活 美丽中国的向往 我们希望蓝天 白云 洁净的水 新鲜的空气 人们都应该生活在绿荫之中 这些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一年接着一年干 一代接着一代干 搂起袖子 加油干 谢谢大家